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我在土耳其的时候刚刚埃尔多安上显 你在当时就是中国驻土耳其使馆 我不可能在土耳其驻土耳其使馆 我指的是中国驻土耳其使馆的什么 我当时在领事部 领事部 是吧 所以当你看到伊斯坦布尔这家伙叛乱了 你的感觉跟我们感觉很不一样 我们觉得像天方夜谭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了解那个地方的人 你当时的判断是什么 最初这个消息传进来的时候 是在微信和微博的朋友圈里面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官方的新闻发布 所以看到的都是文字消息 文字消息里谈到了总统府 土耳其国家情报署 谈到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些地名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所以你看到是文字 你脑子里头浮现出的是那些地点 然后你在想说当时我在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的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后来图片传回来一看 真的是还是很有感触的 因为你踩过的地面上 发生一些事情 和你从来没去过 对人的心理冲击是不一样的 当然土耳其的政变 大家都不陌生 这个国家历史上盛产的东西 军人发动这个政变 它已经是六次了 对 我记得雷老师您写那个论文 也是在讲 就说土耳其的军队的角色 跟咱们理解的不太一样 好像我觉得是不是有点 怎么说呢 照他们说法 有点民主御林军这么个意思 就好像他有个价值观 从凯默尔的时候就开始 他实际上是就捍卫民主宪政 能这么说吗 实际上在凯默尔之前 他一些军官也扮演这种角色 因为他陆陆续续改革 比如说军官学校 军官学校几乎是按照西方的 现代的这种军官学校来培养的 他一些军官受的是那种价值观 就觉得是政教必须分离 他几次政变 但是都是军官为主的 这很奇怪 所以士兵参加的并不很多 所以有几次政变 或者我们叫保守主义 或者是叫保守派 他再一发动 有很多士兵就反对军官了 那么有几次就是军官再反过来 所以他是反反复复 最近我听说最新的消息 说埃尔多安在搞大清洗 抓了很多人 有军官还有知识分子 听说 还有选美小姐 选美小姐 这是一个人 怎么他抓 为什么要抓选美小姐呢 我觉得现在清洗肯定是扩大化的 因为我们知道参加政变的士兵 一共才三百多人 三百多个人 如果说最后你抓出 这个政变的幕后主使 有好几千人 那这好几千人如果都上街 他也是鼓励掉 那你在那个时候的生死存亡 你在家里面让那三百个人替你打仗 你在家里躲着 这个逻辑上说不通 所以现在你知道阴谋论 大家不光中国有 土耳其都有 现在国际上阴谋论 你听说了吧 说这个政变的 是埃尔多安自编自导自演 最后解释清洗 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的 你认为说埃尔多安导演的这一出戏 这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们这么说 编织一个大阴谋 需要很多人参与 而且你事后得把这些人全灭口 要不然的话 有一个人将来写本书 你就受不了 所以呢 埃尔多安自己导演了 这个政变的可能性 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支撑 但是他利用了这个政变 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说 有最主要的一个批评 埃尔多安的是说 你一下子拿出 好几千人的名单来抓 说明你早就准备好的 那没错 埃尔多安是早就准备好的 他跟居兰运动翻脸 不是今天 实际上在两年多以前 他跟这个 这次政变的发动者 就是居兰分子 已经是分道扬镳 而且双方的这个仇恨 已经很深了 你说居兰分子 这不是埃尔多安的指控吗 我看到有的报道说 不一定就是跟美国 那个居兰有关系 我们这么说吧 居兰可能不知道政变 但是发动政变的人 都是居兰的学生 所以就是说 跟你没关系 你只是没有指挥关系而已 但是这帮人 是按照你的思想去办的事 所以现在美国和土耳其 吵的就是 土耳其说就是居兰干的 那美国说你拿出证据来 土耳其的意思是说 这帮人都是居兰的人 都是你的门徒 所以你要负责 那么你是思想家 就换句话说 言回和子路的想法 你子共子路这些人的想法 你孔子不能不负责任 那照您这说法 共产党干的事 马克思都得负责任 但问题就在 美国人现在说的是 你要拿出居兰 直接参与政变的证据 这个证据 我相信埃尔多安是拿不出来的 而且埃尔多安 也没必要 当然了 我就这样说吧 埃尔多安也并不打算 真的把居兰弄回来 我们这么想一个问题 你真的让居兰回来的 埃尔多安怎么办 杀了他 他不敢 厄贾兰在这个 就是那个库尔德工人党 那个反叛头目 在土耳其关了十几年了 土耳其也没敢杀他 那还是土耳其最大的叛军分 这个就是叛乱分子 那么所有的土耳其人 都会认为说 厄贾兰该死 但是土耳其政府也没敢杀他 那么居兰在国内 有那么多的支持者 他的这个决策 有那么大的争议 你让土耳其下决心 说把居兰弄死 这个事土耳其政府 是干不出来的 那么你说你长期关着他 当然了 关吧 居兰已经快80岁的人了 他38年出生的 这个关 这个老熊有心脏病 又有糖尿病 你关来关去 让他死在监狱里 那不是政治谋杀 也是政治谋杀 对吧 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 你把他关着 万一再来几个铤而走 现在把他从监狱里抢出来 趁着埃尔多安出访的时候 再把他往总统府里一塞 你埃尔多安不是给自己扰货吗 对吧 所以这个可能性 还是让他死在美国比较好 他待在美国 埃尔多安就永远有事 跟美国人讲 你们收容了一个叛乱分子 雷老师 你对现在土耳其的这个思潮啊 这个潮流啊 有什么样的判断 因为我觉得就是跟 就跟他刚才说的 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穆斯林内部 是有分歧的 但是呢 他刚才也讲到 有90%多都是穆斯林 虽然有激进的 有温和的 但是呢 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 最基本的国情 也就是精英 少数精英啊 军队希望 这个国家和这个宗教分离 政教分离 但是基本国情在那摆着 你也很难听 从这个上百几百年来 他围绕的就是 国家和宗教的一个关系 他变来变去 动荡来动荡去 他就是围绕这个 实际上我们看 他第一次 如果说他引起他某种变化 就类似于中国的鸦片战争 是1697年 他叫森塔战役 在此之前 那个奥斯曼帝国是相当强大的 但森塔战役被西方打败了 打败了 于是就觉得 我们恐怕不如西方 要学他的军事 那么 一些就是 有30年和平时期 慢慢他改革的动力 也就不足了 那还是他的那个叫做什么 苏丹又叫什么哈里发 就是既是世俗的这个王 又是这个教主 所以他几次变革都没成功 对 我从您这我就想起来 你说这种哈 这个经常变动的国家 会不会他都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精神支柱 或者说民族信仰的问题 因为你看我就想起 你看普京 普京俄罗斯巨变 到最后他似乎觉得 他得需要一个东正教 一个东正教来支撑起这个名 你比如你不讲共产主义了 那就咱就述东正教 这个你看你像土耳其 一直就是说搞世俗 好像意味着世俗等于现代化 但是实际上你看 现在甚嚣尘上的 似乎就是说 我们得是伊斯兰 得有这个调调 我觉得这里面 有些概念 我们还得厘清楚一下 埃尔多安不是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 他是一个政治伊斯兰主义者 换句话说 他搞的东西是政治伊斯兰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 跟所谓设恐 设极端主义 这都没关系 中文的媒体上大量都在说 这次革命 这次政变 是世俗主义者 企图推翻 埃尔多安的伊斯兰教统治的 最后一次努力 这个说法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错误 是吗 因为发动政变的是居然分子 不是世俗主义者 他们比埃尔多安还极端呢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实际上是埃尔多安 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 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 其实世俗主义者早就在土耳其 意气消沉的 什么想法都没了 因为埃尔多安当政了十几年 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 最稳定的一段时期 凯末尔时期不算 所以老百姓对埃尔多安的支持 是没问题的 再一个说到军队 说军队是世俗化的堡垒 这支军队 今天2016年土耳其军队 和1938年以前的土耳其军队 就是凯末尔那支军队 根本不是一回事 15年 土耳其的三个宪兵部队的少将 向伊斯兰国走私武器 你觉得这支军队 还是一个世俗化的堡垒吗 实际上人都是会变的 不能用80年前 我们说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眼光 说今天土耳其还是 军队是世俗化的堡垒 埃尔多安是搞伊斯兰教的 那么居然分子 不过是埃尔多安发明出的一个罪名 来指控部队中的世俗派 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 当然他扩大化大兴起 那是埃苏丹自己情绪大发作的一个结果 那你还是不能用这个结果来说 土耳其将来就是要回复奥斯曼帝国 我觉得这种说法 至少还是有问题 对 我比较赞同他的说法 你的这种 他的这种伊斯兰的这种思想或者势力 你看像我们这不懂的 就觉得什么中东阿拉伯那一大块 但是这一大块彼此也是有分别 那当然分别很大 比如说土耳其 你觉得他的特色在哪儿 土耳其的特色就是他的地理位置 比如中西交通 在中西的交通 欧亚的分界也在那儿 所以他既有东方的很多特点 又受西方的影响 就刚才他说的几个重要的大城市 亚大 所以你看 但是凯蒙尔进行的改革是很快的 很激烈的 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做到的 他很短时间做到了 这个文字 1928年 1928年他本来他一直用的是阿拉伯的拼音 他突然凯蒙尔说 必须得用拉丁化的重新发明一套 是吗 居然退行就 现在的人用的就是拉丁化的了 你要现在的他们的学生 一般知识分子去读这个28年以前的文字 就很困难了 语言是最难改的 居然 因为当时我研究的时候 看的一个材料 就是说 那个搞语言变革的人说 得好几年 开门说不行 就得现在 就得几个月 就得完成 这个语言 当然了 他们都是这种拼音的 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他这个呢 使他的教育 因为那个阿拉伯 大概说和现在他们设计这一套 28年设计这一套比较起来呢 他的那个阿拉伯那套文字 是比较复杂的 他这个是比较简单 异形的 所以你看 就是他们有人讲笑话 就是讲啊 就说这个 讲起中国共产党 说这个 说这个国民党都是慢性子 共产党都是急性子 他很有意思 就表现在 你看我们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啊 这个新 你看从武之运动开始 就好像有一种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啊 急于的 你把两个人一比 你就明白怎么回事 凯末尔和孙中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所以我之所以 孙中山就是孙大炮 对 孙大炮 我之所以研究了这个什么 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 之所以研究了一下这个 土耳其啊凯末尔 因为就是在那个年代 凯末尔给孙中山 包括武士党 那个基马尔主义啊 一个很深的刺激 觉得土耳其都开始 脱胎现代化了 脱胎化古了 那是中国的一个参照系 所以我研究中国近代史 我就研究顺便的 我得研究他一下 就像研究日本的明智维新 研究土耳其 我是从这个角度 我才 你发现他们像 有像的地方 中山先生是很推崇凯末尔的 凯末尔的确 我们可以说吧 中国和土耳其在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对 整个亚洲 第一个共和国 我们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 就是松山先生建立的那个国家 是第一个共和国 12年的那个 而凯末尔呢 是整个西亚地区的第一个共和国 也就是说在这个 彻底的摆脱了所谓的旧的帝国束缚 那么就是土耳其共和国 土耳其共和国宪法 开宗民意说的非常清楚 是土耳其人的共和国 这里面没伊斯兰教什么事 好叫 整个就等于西亚 土耳其的孙中山 是吧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天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看这个西方的报刊啊 有两种 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呢 这西方人就说 这包括克里 美国那个国务卿 就说这政变好像有点不靠谱啊 完全的就是没筹备好啊什么的 但是呢 好像还有英国一个报纸说 说不是 说虽然他这个很短命 但是呢 实际上显示的出来 他是周密部署 长期准备 因为就是说直升机啊 袭击的一些地址 一些地点 在那在哪开火 实际上那不是说一两天 搞出来的一个急救章 我就不知道 哎 您这情报 其实这事恰恰说明 这次的政变 不会是土耳其军队 整体上的一次政变 就是土军的历史上的政变 成功的都不流血 土军土不土啊 一点都不土 他是北约当中的第二大武装力量 从人数上仅少于美军啊 是吗 土耳其军队规模考不小 他70多万人啊 这是除了美军以外 他的规模是最大的 哎 要在这个中东这一带 他这战力算是第几啊 应该说在整个这个军事体系化的角度来说 土耳其军队在中东是一个关键的制衡码码 也就是说那是维护中东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意志力量 那么当然他也是维护整个土耳其社会平衡的一致力量 结果把波罗斯飞机给打下来了 当然跟俄罗斯比这个还是差的成色的 因为俄罗斯是世界级的军事强国 土耳其只是地区级的 这个我们可以说吧 校运会的选手再厉害跟奥运会选手 你都不能比了 对吧 马上比奥运会 土耳其奥运会健美冠军 咱们看看照片 咱们看看照片 你看 埃尔朵 这是政变已经基本被他打下去以后了 哎 那怎么感觉这么仓呢 对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是那个躲在机场洗手间里 发那个face time了 这是老百姓 人民 你再看 这是叛乱军吗 这是叛军 这是叛军 当时封锁大桥的 对对对对 你看这张照片特别说明问题 叛军这两人 他只封锁了桥的这一边 那边你随便开 挺文明的吗 其实这一刻 土耳其的政变 还是沿着以往的历史传统走的 这是警察 对 这是警察了 这个时候已经变了 后来警察 听说警察受命 可以向叛军开枪 实际上你任何国家遇到叛乱 你政府都有权力去评判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在 最后人民把叛军坦克给占了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 我们切分一下 就是从土耳其的叛军占领桥梁以后 这就是据说是在机场洗手间里发的 当然了 我相信埃尔多安不会在洗手间里发 但是说幸亏 有这个玩意儿 改变了当代政变的模式 我觉得这句话也夸张了 真正让土耳其老百姓上街的不是埃尔多安的这个FaceTime FaceTime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交媒体 它是一个点对点的传输工具 跟我玩微信差不多 对啊对啊 所以你靠这个让老百姓上街 不是每一个土耳其老百姓都有总理的这总统的FaceTime的对吧 那他最早他的声音 他其实靠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政发党的组织架构一直是完整的 这个叛军没有能够颠覆瓦解控制政发党的这个体系 所以在这个土耳其叛乱这个发生以后 那么土耳其的亲政府的媒体都是正常运作的 那么包括政发党的这个组织体系也是正常运作的 连政府都是正常运作的 我们知道连政府的总理都是自由的 这可见 其实有我们知道网上也有些人说是 主要是因为没有切断新媒体的传播 其实你要想三百多个人 你哪也切断不了 对 不是就是 你像我三百多个人 我听他们讲这个 我这个电视台的 我就觉得有点失落了 感觉就是说现在搞正面 人家都不占你电视台了 我说的那个 我听见那个局势很紧张 就说是土耳其几个那个部长 把自己关在一个会议室 保镖都不让来 因为怕保镖都醒不过 就说把我配枪拿了 部长自己拿枪 最后突然 埃尔多安在这个上面出现了 说一个部长说的第一句话是 这个APP我怎么没有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跟这个 就是真正让老百姓上街的 最后是清真寺 大量的这个清真寺的 这个校长们开始 这个用这个换礼塔 这个在这个非礼拜时间 开始播送这个换礼 要求老百姓说 为了共和国 我们要上街 这个很可笑 土耳其是一世俗共和国 然后教长们说 为了共和国 你们得上街 老百姓听了也就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说 政变的失败 不是什么媒体技术的 就是这个叛乱者 没有掌握媒体技术 而是因为这次政变 本来就不得人心 对 但是呢 所以这次看出来了 就说像当年毛主席讲的人民 只有人民 但这个人民 民心所向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不太理解 你像这个雷老师 你说啊 现在的这个伊斯兰的 这个势力和思想啊 你看他正好在这个亚欧的 这个交界上 而且这块土地 你比如说很有突厥的那种 犯大突厥主义的这种思想 然后还有这个伊斯兰 当年的这个基督教 那圣索菲亚这个教堂 我觉得你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他们到底思想 是跟咱们很不一样吗 这个得问他了 他在那生活 你不是研究 我研究 我研究历史上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从历史上看 要改变也不容易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基马 他那么急 在几个月内能把语言改 但有一个东西 开帽 他另外一个东西 他就没改过来 很严厉 帽子 土耳其帽 土耳其帽 本来我们现在一说土耳其 一个标志性的 就是那个圆筒型的 土耳其帽 实际上那土耳其帽 也是1839年才有的 因为从前 他也是那种 穆斯林那种传统那种蝉头 后来当时 就是1839年 一个要杆改革的苏丹 就觉得不能够蝉头 不能蝉头 不能蝉头 得帽子 帽子对于穆斯林来说 你戴着帽子 去做礼拜 给客套 很不方便 他们就一个妥协的方案 制定了一种圆柱型的 那个我们现在称之为 土耳其帽 原住性 实际上是1839年 之后才在土耳其 才流行起来 你戴着那个帽子 你这个做礼拜 磕头 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等到基马尔改革 因为这个 又成为 这个又成为 土耳其传统的一个象征 基马尔当时就说 不许戴这帽子 必须得戴 要不是西方的礼帽 要不是西方的压舌帽 你知道 礼帽是有边的 有边的你不好这个 对对对 所以当时呢 就戴鸭舌帽的比较多 戴鸭舌帽 比较多 你坐礼拜 往后一反 但是你看 这么多 我也觉得很奇怪 语言 我觉得是最难变的 他把语言变过来了 但是这个帽子 帽子现在也没人戴 也没人戴 但是还是一谈 但是你能 你就是能感觉到 这种后发国家呀 它奔向现代化呀 这个一风一俗啊 我又想起咱们中国那时候 说剪辫子 是吧 穿西装 都是这个自由恋爱 等等 都是这个 土耳其 我问你 你在那待了几年啊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 因为奔向西方 奔向世俗 奔向现代化 有没有跟本土啊 产生水土不服 其实 适应不良 或者人民焦虑 对 好的多了 这个第一个是他时间长 第二个 他其实跟西方的接触 不是18 不是1922年 共和国国革命以后 他跟西方人接触 好几百年了 土耳其对西方文明一点都不陌生啊 我们国家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阵痛啊 我记得摩扎特不是很有名的什么土耳其进行 但是这个是很好玩 摩扎特从来没去过土耳其 就是啊 他那个进行 他自己瞎想的 不是 因为土耳其不是围着那个 维也纳 土耳其人对西方文明是很 我们这样说吧 当年福尔泰孟德斯丘时期 欧洲的启蒙哲学家们 那把奥斯曼宫廷的制度夸得了不得 说那特好 你看那个官僚制度 职业文官 比我们这封建贵族 抢男霸女儿强多了 没错 所以其实想一想 就是仅仅仅三百年前 欧洲人看土耳其的时候 不是俯视的 他是要仰视的 没错 我们也很羡慕 后宫尤其特别好 苏丹的 反正这样说吧 土耳其苏丹的日子过得比咱们皇上过得好 这是我得到的传说 我们去故宫吧 你看咱们皇帝礼仪性非常强 皇帝一天其实挺辛苦的 对 土耳其的苏丹很会享受 这个倒是真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说 整个土耳其的共和国这些人的历史 他对西方文明早就有一个心理接受的能力 而且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 认为他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 和他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不矛盾的 土耳其的矛盾是说 两头都不能太极端 你不能说世俗主义极端到时候 我们国家没有伊斯兰教 这个是谈不上的 但你也不能像比较激进的一些人说 我们现在就应该恢复到伊斯兰教为国教 然后我们全面普及经学教育 这两头其实 现在人们对土耳其的预测 经常在哪个地方出现问题 就是认为你埃尔多安要么是反世俗的 你就是宗教极端分子 要么你就是说一点这个就中间道路都没有 其实埃尔多安两头他都不是 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埃尔多安的敌人 谁反对对埃尔多安掌权谁是他的敌人 这跟左右没有什么关系 听起来跟很多统治者都差不多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要听叶老师您这么说 好像土耳其还是个挺好的例子 因为我感觉现在世界上不是很大的一个矛盾 就是伊斯兰的势力和所谓基督教的势力之间 那照你说这个世俗化又不是极端宗教 在两者之间有空间 那不是就是土耳其吗 土耳其目前为止还是伊斯兰世界里面 应该说这个问题处理的比较好的一个国家 你看看伊拉克 你看看沙特 看看叙利亚 他的状况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这两年的变化比较负面 这里面不完全是宗教和世俗的冲突 跟土耳其的这个公斗很有关系 就是埃尔端当总理当了十几年之后 现在想当总统 当总统还不想当礼节性的总统 想当那个真的总统 他真是有这个苏丹后宫的传统 这个公斗的传统 他上一次改就没改成 没改成 但是就跟这个居兰运动分道扬镳了 居兰说你原来就是一野心家 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志 那这个埃尔端说原来你就是一叛徒 你也不是我同志 那大家就分吧 所以其实最后我就说有一点吧 土耳其域里的总统这个名字都很有意思 他叫八十八抗 什么意思 大脑袋 对土耳其域里的这个总统就是大脑袋 所以你要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人家埃尔端不想当个假的 人家想当真的 这一次政变的唯一一个受益的结果 就是他这个大脑袋基本上别人挡不住他 谁就是佛党杀佛 富党杀富 现在谁还想拦他 拦他全部抓起来 就是从总总理代为总统 其实当初达乌特沃鲁就那个总理 就他那小埃尔端说反对 一边呆着去 居尔当年是他当总理的时候的总统 一边呆着去 现在谁敢说话 连这种正发党的元老级人物都不敢挑衅埃尔端 何况现在应该说大清洗之后 想站出来说跟埃尔端叫板的人 那你除非仿效79年对萨达特那样 就是埃及的那个 你搞个板个刺客 那有可能 但是说通过合法的手段挑战埃尔端在土耳其 这不现实 现在你像是美国或者西方的怎么看埃尔端 认为它是个什么 说实话 他们都不喜欢埃尔端 觉得是个搞专制的 对 因为他们用了一个词 说他这不叫极权 说他这叫威权 但问题在这 咱们问个理性的问题 那在土耳其除了埃尔端 你信谁 这是没办法 还有谁 还有谁 达乌特努那是小埃尔端 居尔老了 这都不管用 军队 军队现在腐败了 所以你上一代号 你信伊斯兰教教长吧 那更不靠谱 对吧 那个什么蓝 美国那个 居然已经79了 过两年糖尿病 你这个更不靠谱了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是历史没有选择 他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 这是被浪头推了走的 当然他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引领浪头 现在他顺风啊 这么说 这家伙一个事变 就能把人有时候坏事变好事了 是一胡克里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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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胡克里头的